就是你要请佛性丹家 六根不服气 那假如说你用妥协的方式 一半的前病给六根 一半的前病给佛性本体 这样他就会妥协 然后你只要他有一半的时间出来当家 那个六根他会渐渐的 他这个强势就丧失掉 他就会想说我是那个功能作用 不是本体 我是那个奴才跟编女 不是主人 这样就很温和 各位都采用这个方法吗 所有都很温和 这样就不会反扑 那假如说你说一定要给佛性丹家 这个时候我们六根就会反扑 那个时候你就自己会感受到 怎么修到越修会越想发脾气 那个就是六根在反扑 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这个事 就是这个实际会遇到 你的理智比较强了 一定启发佛性出来当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